此地,首先感謝容可一議員動議的懸議案 以及其他四位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考察廣東的時間上作出重要指示 強烈要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 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人嶺地 隨後中央發佈多項政策文件 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一流營商環境建設三連行動計劃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本人和經文聯都認同 香港特區政府應該配合中央的相關政策措施 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對接 促進兩地優勢互保並協同發展 以及便利香港居民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前往內地升學就業發展和生活 主席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五樓匯聚之地 即是人樓、物樓、資金樓、信息樓及服務樓 有條件在多個領域擔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搭建不同的平台 例如集資融資平台、高端專業服務平台、 新興產業平台、商貿促進平台等 關鍵在於如何對接國家發展策略 進一步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 至少有下列幾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應該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 推動落實灣區標準 至CIPA服務貿易協議的修訂協議 在2020年6月實施之後 大灣區內九市以先行先試的方式 允許合資格的香港工程界等專業範疇的企業和專業人士 透過簡單的備案方式,直接提供服務 我認為未來應該加快推進兩地的規則對接 包括自力建立、適應國際通行的工程建設管理制度 同時,除了2023年灣區標準共同需求指引的公布 越港澳三地政府也簽署了 關於共同促進灣區標準發展的合作備忘錄 將有助推動區內檢測認證等行業領域的規則銜接 其次應該進一步推動跨境交通基建的互聯互通 加快落實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再列的各項鐵路基建 包括連接洪水橋下穿至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 並使用現有各項對外連接的大型基建 包括港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國際郵輪碼頭和國際機場等 完善跨境海陸空接駁系統 與港澳大灣區國家八中八橫的高鐵系統 以至一帶一路完善的地區 形成策略性交通網絡 以及統籌現有機場、港口、鐵路、大橋的資源整合和利用 分流各個機場、港口的客貨樓 並且開通更多二十四小池通關口案 落實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 致力發展大灣區成為世界級的航運及物流樞紐 強化香港作為國際航運和航空樞紐的地位 此外,鑑於香港與內地在體財上存在差異 需要高層級的商討各種合作 我樂見行政長官在2022年宣布成立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道組 並且親自擔任組長 未來特區政府應向內地繼續爭取在通關、稅收、人員和資金流通等方面 拆牆鬆綁、促進政策和規則的對接 包括稅務優惠、招商貿易、人財引進等政策措施的協調 以及數碼身份認證、電子支付、數據網絡等跨境軟件設施的互聯互通 也要與廣東省政府積極協助、數字灣區推動政務跨境通辦 設施便利跨境人樓、物樓、資金樓、信息樓和服務樓的互通 本人僅致陳前